这个女人的肌肉不断隆起 转眼就变成了楼房大小 一个成年男性在她面前 就像孩子手中的芭比娃娃 目光女克里斯汀最新电影上线 一部以女性健美为主题的 惊悚血爱正在悄悄上演 废话少说我们马上开讲 女主角小卢是一位健身房经理 每天都在捍卫冲天的环境中工作 她出生在一个大家庭 父亲兰斯顿是大炮设计厂的老板 自从胡胆龙威上映以后 一大批年轻人迷上了手枪 所以设计厂的生意非常红火 小卢的姐姐就嫁给了老爸的伙计 还生了一堆嘈杂的孩子 把家里搞得像大型菜市场 至于小卢的姐夫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她以提供工作机会为诱饵 勾搭上了健美运动员杰鸡 而小卢也留意到了这位野性的女孩 因为她的身材就算放在健身房里 也数一数二 小卢看得正入神间 一个光头走过来搭话 说自己跟兰斯顿是老朋友 但小卢跟父亲关系冷淡 并不想搭理她 谁知光头不由分说 递过来一张名片 她竟然是FBI的人 小卢不知道光头什么意思 她到后院抽烟偷气 正巧赶上杰鸡出来 杰鸡向小卢讨了支烟 两人站在原地闲聊 不料被健身房的男人打断 他们想请杰鸡喝一杯 结果遭到拒绝 好 来吧 触我 小卢赶紧把杰鸡领进屋里冰服 通过两人的交谈可知 杰鸡来自落后的俄克拉赫马州 他想去拉斯维加斯参加健美比赛 实现自己的梦想 小卢问言拿出一个药盒 里面有帮肌肉塑形的药物 他愿意免费送杰鸡几支 杰鸡为了赢下健美大赛 并没有抗拒注射 两人很快建立起了友谊 隔天小卢才知道 杰鸡在她父亲的设计场工作 而且还因为身上没钱 一直睡在天桥底下 小卢索性收留她几日 等杰鸡领到薪水再搬出去 就这样 两人莫名其妙开启了一段同居生活 除了杰鸡上班的时间 他们几乎24小时黏在一起 期间杰鸡一直在接受药物注射 他刻苦训练 严格控制饮食 肌肉就像小扇一样隆起 与此同时 兰斯顿的生意越做越火 他还在暗地买卖枪支 小卢不喜欢杰鸡在父亲手下工作 但他没有把自己的想法 强加在杰鸡身上 眼看健美比赛的日期将近 杰鸡邀请小卢一起去拉斯维加斯 小卢欣然答应 并且在出发前请姐姐吃饭 没想到姐夫也跟了过来 他在餐桌上对姐姐一气指气时 一点不顺心就要发脾气 简直就是个大型巨婴 小卢实在看不过去 就追着姐夫来到洗手间门外 他警告对方 别招惹姐姐 谁知姐夫突然揭穿 杰鸡是靠出卖身体 才获得了工作机会 小卢知道后果然很生气 他跟杰鸡大吵了一架 因为小卢不想让他跟姐夫扯上关系 那个渣男一直在常年家暴姐姐 就在两人争吵间 FBI的光头男再次出现 小卢先按下火器带杰鸡回家 一个晚上过去 两人的关系终于缓和 谁知隔天小卢收到了姐姐住院的消息 他半张脸高高肿起 一看就是遭到了姐夫的虐待 小卢无法遏制内心的怒火 他知道姐姐不会对丈夫提起诉讼 就跟之前的每一次家暴一样 这件事早晚会不了了之 杰鸡看到痛苦的小卢不由抓紧了椅子把手 他拿着钥匙开车杀到了姐夫家 等那个男人回到家里时 杰鸡猛地从暗处扑过来 他抡起铁锤一样的拳头 迸发出恐怖的力量 很快就将姐夫揍成一滩肉泥 另一面在病房守了整夜的小卢 正准备回家换洗衣服 结果看到自己的车停在姐夫门口 他觉得奇怪 就到屋里查看 不料一进去就看到了姐夫的尸体 而杰鸡坐在浴缸里非常冷静 倒是小卢彻底慌了神 如果这件事情暴露 杰鸡肯定会被抓走 小卢先用地毯把姐夫裹起来 然后伙同杰鸡 把尸体塞进姐夫车里 两人一前一后分别开车前往郊外 并在路上碰到了健身房的熟人戴希 小卢三言两语把他打发走 然后带杰鸡来到一个大裂骨附近 他们在尸体上浇满汽油 然后把姐夫的车推进裂骨 然而回到家后 小卢打算去姐夫家仔细检查 以确保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杰鸡文言表示不解 他们为什么不赶紧打包行李离开 这样就能在晚上抵达拉斯维加斯 小卢解释早晚会有人看见裂骨的烟雾 继而警察就会发现姐夫的尸体 所以我在焚毁的车辆中 放了可以引导警察的假证据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持低调 如果突然去拉斯维加斯 势必会引起警方怀疑 小卢叮嘱完一切 就锁好门前往姐夫家 他细心地擦洗掉所有血迹 谁知刚进入收尾工作时 兰斯顿居然出现了 小卢火速钻进衣橱 好在兰斯顿看女婿不在家 很快就等人离开了 而杰鸡发现门被锁住后 马上跑回房间 他把剩余塑形药物打进体内 立刻感受到一种反常的亢奋 等小卢回到家时 发现杰鸡不在家里 他留字条说 自己去健身房锻炼了 小卢一直等到晚上杰鸡才回来 他精神亢奋 状态异常 还吵着要马上去拉斯维加斯 丝毫没有杀了人的自觉 这让小卢十分火大 杰鸡匆匆道歉 然后拦了辆顺风车 前往拉斯维加斯 过多的药物让他精神恍惚 杰鸡强忍不适来到比赛场地 在打完最后一针塑形药以后 他站上了梦寐以求的舞台 选手们按评委的指挥转圈展示 紧接着就是个人表演时间 杰鸡已经对着镜子表演过无数遍 他很清楚自己的魅力无人可挡 可惜体内残留的药物开始作祟 杰鸡精神恍惚间 仿佛看到了姐夫的尸体 他突然觉得一阵恶心 然后就像分娩婴儿一样 把小卢从口中吐了出来 评委的大笑让杰鸡回过神来 眼前的幻想早已消失 只留下地上的一滩呕吐物 杰鸡看到选手们躲在幕布后偷看 还像怪物一样对自己指指点点 他控制不住情绪 猛地扑过去 差点将几个选手打死 另一边警察发现了郊外的烟雾 已经驱车前往裂谷出 而小卢和父亲正在医院 帮姐姐的小儿子一起过生日 兰斯顿找机会跟小卢单独谈话 他从警方那里得知了女婿的死讯 并且猜到此事跟小卢有关 奇怪的是 他似乎早已习惯这种情况 指责怪女儿过于冲动 与此同时 警察正深入裂谷打捞尸体 他们很快发现坑里面堆满了死人 这些死者一定跟兰斯顿有关 傍晚戴希来到小卢家中 他也听说了裂谷死人仪式 所以来逼问小卢 案发那晚你为什么开着姐夫的车 戴希已经猜到了真相 但没有立刻报警 因为他一直很喜欢小卢 不久后杰基打了电话 他被警察拘留 需要300美元保释金 在浴室洗澡的小卢 并不知道戴希接了他的电话 好在兰斯顿收到警局消息以后 来到维加斯保释了杰基 兰斯顿通过女婿尸体的惨状 已经推断出 动手杀人的是杰基 所以他愿意提供帮助 让杰基从此事中全身而退 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接下来杰基必须听从兰斯顿指挥 另一边小卢为了让戴希闭嘴 一直耐着性子讨好对方 这天戴希缠着小卢回到住处 谁知还没等他进门 就被杰基一枪打死了 小卢正想解释几句 不料杰基竟然想对他开枪 好在手枪里没子弹了 杰基无奈只能落荒而逃 他到公共电话亭联系兰斯顿 原来是兰斯顿指使杰基 让他杀掉目击证人待息 与此同时 小卢清洗掉现场血迹 正准备把尸体藏起来时 联邦调查局的人突然敲门 他赶紧把尸体塞到沙发后面 然后开门放光头探员进来 联邦调查局此行的目标是兰斯顿 因为裂骨中的其他尸体 全都是兰斯顿生意上的对头 而且光头还透露 小卢的姐夫其实是FBI的线人 他一直暗中向光头报告兰斯顿的消息 现在姐夫无故惨死 所以光头有理由怀疑是兰斯顿除掉了线人 除此之外 12年前小卢的妈妈也曾联系过当地警察 想谈一谈自己的丈夫 可是打完这通电话没多久 卢妈就人间蒸发了 如果小卢知道内情 光头希望他能坦诚相告 而小卢很清楚父亲背后的犯罪网络 甚至在许多年前 他曾是父亲手中最好用的枪 小卢送走光头后不久 兰斯顿就打了电话 他打算将所有罪名全部推到杰基身上 把女儿彻底摘干净 没想到小卢不肯配合 他让父亲放了杰基 否则自己就跟联邦调查局联系 证明裂谷内的尸体全是兰斯顿所为 两人结束通话后 兰斯顿朝买通的警察使了个眼色 他没想到女儿会威胁自己 另一边小卢翻出手枪防身 他知道父亲一定会派人过来灭口 就在这时客厅传来声音 小卢想过去把窗户关上 结果透过玻璃看到有人靠近 他立刻矮身躲到沙发后开枪 来者正是兰斯顿买通的警察 小卢一枪拖将他砸晕 然后把戴希的尸体拖到货车上 他带着简单的行李上路 马不停蹄地赶往父亲家 小卢到处寻找杰基身影 没想到先撞上了姐姐 他居然因为丈夫的死埋怨小卢 还说妹妹不懂爱情 小卢文言被赶失望 他掐住姐姐的脸 逼问杰基在哪 女人吃痛只好坦白 紧接着小卢在玉米屋附近 找到了被五花大绑的杰基 他刚给对方送绑 杰基就想逃跑 小卢赶紧冲过去抱住他 但是杰基还在记恨 保释金那天的事 差点一冲动 开枪打死小卢 好在两人很快冷静下来 小卢让杰基先从小卢离开 在那里等待消息 联邦调查局的人 两分钟后就会赶到 他解决完这边的事情 就过去会合 小卢说完就带着枪 回去找父亲算账 结果刚到门口 就被兰斯顿射中 小卢表示一切都已经完了 我把真相都告诉了 联邦调查局 是你害死了 猎谷里的那些无辜的人 气愤的兰斯顿用力 扣挖小卢的伤口 同一时间内 杰基似乎也感到了疼痛 他全身的肌肉不断隆起 就在兰斯顿准备杀了小卢时 焕然一新的杰基出现了 他整个人变得跟楼房一样高大 杰基轻而易举抓住兰斯顿 并将他按在地上 小卢捡起手枪走到父亲面前 正准备亲手结束他的生命 结果山下传来阵阵警笛声 小卢只放过兰斯顿 跟着杰基一起逃离现场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新颖诡异的观影体验 颇现的故事不需要逻辑 后半段剧情越来越放飞自我 好在是听效果一流 女主演的表现也很精彩 两个库儿女孩亡命天涯 是爱让他们成为共犯